实在是太喜欢用这个炉子了 所以今天被迫去拍一个这个视频 告诉大家 以及家里有条件 一定要背上一个 因为养花太轻松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佛山二花将 今天我又开始烧炉子了 首先再次的感谢夸友的赠送的这个炉子 本来我在家以前烧东西都是直接在那里搭 但是都不理想 后来我就很少烧东西 但是自从有了这个炉子之外 我基本上是每个月都要烧一次 这个炉子不仅可以拿来烧草木灰 最重要它可以处理很多的不想处理的东西 有了它之后我养花我就觉得特别的舒服 那么这个炉子拿它来养花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觉得真的几十块钱就能解决我养花的很多麻烦 不信你真的可以试一试 因为这个拿来养花起码解决我在家四大难题 哪四大难题 首先最明显的一个就是烧出来的这个炉木灰 看到没有 这里呢不仅可以烧炉木灰 还可以烧倒壳炭 您会发现有了它之后呢 您在家以后就不缺这个 要知道往往上现在买炉木灰 或者倒壳炭也不便宜 但是自己烧 您会发现家里面就有源源不断的炉木灰倒壳炭 很多人都知道了炉木灰跟倒壳炭的养花非常的好 里面呢不仅可以拿来杀菌驱虫 还可以补充氧化钾氧化硫等等这些元素 就是制作肥料 我在家呢很喜欢制作有些有机肥 其中有一部分肥料呢是需要高温的炒制的 比如鸡蛋壳 今天早上呢我就把近段时间收集起来的一些鸡蛋壳放在锅里面简单的炒一下 这个温度非常高的情况下呢我只需要十来分钟就把可以把这个鸡蛋壳炭化了 由于这里个炉子里面的火不是很大 所以我可以一边炒一边处理其他的事情偶尔回来看一下就可以了 老实说呢以前我去处理这个鸡蛋壳呢我是放在煤气炉上面炒的 如果一不小心呢可能火候就过来整个鸡蛋壳呢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炭化 这样子氧化没什么好处 但是现在就是处理落叶了 我不知道您在家里的花园里面多不多这些落叶或者枯枝或者败叶 您看这个是前段时间那个残留下来的玉米杆 除了这些之外您看这里还有一大袋 我拿了这么大一个袋子去收集平时家里的落叶 您看这里就很多了 包括了平时我们剪下来的树枝 您看这是玉米的根 这是叶子 您看一些落叶 像平时这些落叶我就会把它收集起来放到这个袋子里面 因此呢这个袋子呢就放在太阳底下晒下雨的之后把它收集起来 收集的差不多这个就会变成我氧化的原材料有一部分呢拿去烧 有一部分呢拿去发酵肥料作为炭料非常的方便 以前我氧化呢那些落叶啊枯枝呢我只能把它装起来 丢到垃圾桶里面非常的浪费 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个炉子之后呢我就有了快速处理的方法 如果平时落叶不是很多我就把它收集起来 可能拿去发酵肥料或者其他的处理 但是如果树叶很多的时候呢我就把炉子点燃 把这些叶子可以全部烧掉 这种处理方法呢我估计很少人愿意做 因为太麻烦了旧土的处理 很多家庭养花养着养着就是旧土越来越多 而且这些旧土里面还有大量的细菌虫卵以及各种的东西 那么这些旧土怎么处理呢 有些朋友呢会放在太阳底下晒 还有一些朋友呢会拿一些杀菌药去杀菌 但是都不彻底我的方法呢就非常彻底了 我直接把它放在炉子里面烧 对于我来说这个炉子最大的作用呢就是拿来烧土了 烧土我估计很少人听说 但是呢火烧土呢估计有朋友就听过 作为四大神土之一的火烧土 里面由于呢没有虫卵 没有细菌 连杂草的种子都没有 经过了高温的断烧之后 整个土壤呢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干净 可能里面呢会有一些肥料残留 比如重金属残留 但是对于那些旧土来说 我觉得这样处理是最完美的 只要没有虫子没有细菌 没有杂草 这个土壤呢我就会放心的养 即使拿来养草莓 我也不再害怕 像这样子 这个花盆里面之前养死了一颗草莓 这个草莓是由于细菌而导致了 我就把这个土给倒到这个锅里面 当然呢记住把这些泡沫给去掉 泡沫是烧不了的 去掉这些泡沫之后呢 就可以简单的让它升温 基本上20分钟左右呢 就能把这个土壤给彻底的炒熟 其实除了以上的四个之外呢 这个炉子还有一个隐藏的作用 它在燃烧的过程中呢 会形成大量的烟雾 而这些烟雾呢 在花园里面徘徊 您会发现呢 虫子全部被不见了 尤其是一些溃飞的虫子 比如继马 小黑飞 果蝇 苍蝇等等这些虫子都消失了 即使是一些在花盆里面的虫子呢 它也会悄悄的躲起来 毕竟呢这个烟雾人都受不了 虫子不要说受不了 受得了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炉子在家里养花 基本上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好了今天啰嗦到这里 我是佛沙二花家 感谢大家 拜拜